我有矿兄弟们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物资 现在我们特别的富有 现在我们一共有30个铁钉 这个铁钉肯定是用不完了 然后我们还有4个秘银矿 这个秘银矿没有烧 是因为秘银矿需要用到岩浆 没有打岩浆 然后我们又搞到了14个TNT 这期的话我们还是要去炸矿的 不炸到地曼或者是埃德蒙矿石 我们事不罢休 然后现在这个打火石的耐久不多了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打火石 不过现在外边在下雨 我们就先不出门了 我们拿些原石把这个附魔台的庇护所 给它完工一下 要不然很可能打雷 把我们的庇护所给烧掉 不对 把书架给烧掉 我们现在有很多原石肯定是够了 把这边补一下 好的 我们的附魔台和书架 已经全部用原石挡起来了 这样的话肯定是能做到万无一失的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灯笼挂上去 上边没有光源的话 很可能刷怪 这个火把它是会熄灭的 好了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附魔台已经完工了 天晴了兄弟们 那我们就继续去地下世界吧 本期我们的目标啊 就是埃德帽矿石或者是地漫 我不贪心啊兄弟们 只要发现一个我就满足了 来吧 我们继续炸 现在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应该是比较低了 我觉得14个天梯应该是可以炸到地漫的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搞 放一个天梯点燃 好 已经用掉了三四个天梯了 但还是没有降到地漫 要不然我们先往下挖一点吧 挖一点 然后再用天梯炸 我现在不确定我们的位置是高还是低 如果低的话 其实应该就可以炸到了 算了 节省一下天梯吧 我觉得天梯是比较难做的 我们先用稿子往下挖一会儿 好 这什么 这是硬石矿还是埃德曼 这个挖的速度兄弟们 我觉得是埃德曼 看一下兄弟们 哦 掉了两块 埃德曼矿兄弟们 哇 终于挖到了埃德曼 这边还有 哎 为什么掉了两个呀 这 哎 难道说我们这个石韵三可以掉两个吗 这石韵三对这东西还有用吗 我们再试一下啊 我觉得石韵岗对这个东西应该是不起作用的吧 哎 几个 哎 还是两个 哦兄弟们 那石韵岗挖埃德曼还会翻倍啊 里边还有一个 啊 爽呀 兄弟们 这样的话我们作为一个埃德曼的套装 我觉得是特别容易的 作为一个埃德曼针我觉得也不难 啊 太爽了 石韵岗没有白做啊 啊 我们现在已经挖到了埃德曼矿 我觉得这个地曼应该是离这里不远了 我们 哎 又掉了两个是吧 一共有五个 下面还有一个六个埃德曼矿 可以兄弟们 那我们继续往下挖吧 现在梯子不太多了 我们需要回家做些梯子 在里边还有很多的木头啊 那回家做梯子的这个过程就给大家跳过一下吧 好的 存了一个等啊 我们继续往下挖 我觉得挖到下面 只要看到基岩的话 我们就用天梯炸 像什么埃德曼矿 秘银矿 还有地曼 绝对是可以炸出来的 我们往下挖吧 哇 地曼兄弟们 找到地曼了 但是我现在 卧槽 哎 等会 等会 别别别 大哥 这地曼好疼呀 烫伤我了 哎 别啊 别量 别别 大哥 我去啊 这地曼的伤害这么高吗 我们再来一次 哎 下面是地曼兄弟们 绝对的 这地曼 这 哦 好疼呀 兄弟们 我们想个办法 不能这样下去 下去的话 肯定会被烫死的 这样吧 我们在这边放个TNT 炸一下 只要有一个落脚地 我们就可以下去 只要脚下 不要踩到地曼就可以 但是这边是地曼呀 直接把地曼炸出来了 这下边是铁矿啊 兄弟们 我已经看到了 我们只要把这块石头挖掉 然后跳到铁块的上方 啊 这 我 靠近地曼也会被烫伤吗 这不合理吧 兄弟们 这次我们换了一个方向啊 避开下面的地曼 我们绕了一下道 然后我们把这边点着 应该是可以看到地曼的 好了 我们下去看一下啊 哦 看到地曼了 兄弟们 这样的话我觉得 可以踩到下面这铁矿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只要在这边 建造一个传送门 我们就可以去到下节 今天的运气是真不错呀 找到了埃德曼矿 又找到了这个地曼 我们就可以去下节了 好的 那我们就先回家吧 回家我们把这个埃德曼矿石烧一下 然后我们再拿一些黑钥石 我们就去下节 我们又做了个箱子啊 把所有的原石都放在这个箱子里边 家里边箱子的空间已经不够了 这边的火把已经熄灭了 我们先来挖一些黑钥石啊 然后再打个桶岩浆 把这个埃德曼矿烧一下 最强的矿石 但现在还有个问题啊 兄弟们 我们是应该做一整套的埃德曼套装 然后去下节找下节重宝 还是需要去到下节 拿到链接帽子之后 我们回来再找埃德曼矿 这个我听大家打 大家可以把意见打在评论区里边 那好了 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大家拜拜